四月牆震後蘇花改崇德管制站 每天都會進行管制 而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起跳 而日前就有幾名司機等得不耐煩 只能自己找樂子 居然就在馬路打起了麻將 還笑說要找拍咖 真的好忙好忙 電影利咕利咕新年才留得滑在趕場的空檔 不但可以加油買午餐 居然還能打一把麻將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但再怎麼神奇也只是電影而已 可現實當中居然也有人為了把握每個空檔 就為了打牌 直線車輛全塞在馬路上 駕駛居然索性在路上擺起麻將桌 早上開放一個小時就等到中午 中午就到五點 我跟他講 不要在那邊玩 我這邊比較聊 是可以啊 可以啊對就消遣啊 剛好時間在這裡 他會覺得在馬路上卡危險一點嗎 也沒行車通行 人車通行應該就還 對啊就無奈就只能等 自己排就一兩個小時 這次蘇花公路台九線重德管制站 每天都會有三個時段進行管制 不論哪個時段一等就是一個小時起跳 這幾名司機等得不耐煩只能自己找樂子 這裡是管制路段的第一段隧道 重德隧道 許多遊客到訪花蓮 到了重德路段都會不自覺的放慢走步 右側懸崖壁旁就是一望無盡的海景 但每天通勤的司機恐怕沒那個興趣 只能走士奇 搜摩等待時間了 記者 搜摩報導